欢迎收听乌鸡小世界 我们是Dr. Raymond 几日前 一个美国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加勒尼克森 就在他自己的Twitter 帐篷里面说 有白宫的消息人士向他透露 就说拜登被人问 问什么呢? 就说有什么被新保守派的乌克兰方案根据灾难性的时候 拜登竟然漏口说 让你看到我们的毁灭台湾计划你就知道了 当然这段新闻就令到很多网友都说 说不是吧?要毁灭台湾这么大事 其实这个Garden Nixon 也不是第一次说这些东西 上一段时间他也说过 说白宫人士有消息透露 就说当拜登被问及 我们的政策如何影响台湾人民的时候 拜登说不要紧 华之他呢 因为说到最后他都死了 第一个星期一开战就死了 说这些东西 这个Garden Nixon 之前也说过 如果台湾人民还不醒醒的话 他们的岛很快就像月亮那样了 为什么月亮那样? 因为全部都是灰尘一个洞两个洞 然后没有人生还 这个Garden Nixon 也有说过的 他说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说 美国现在要先挖一条红线 不让中国在这个月球上面起基地 这样说 无端端说什么月球 他就在这里暗示台湾 老老实实 拜登说错话都不是第一次的 但是 这个星期我想跟大家说的这件事 反而是他说错话背后的更大的故事 如果你只是以为在说毁灭台湾的 如果你只是以为他在说月球上面 不让中国起基地的 甚至乎将月球比喻成为台湾 或者台湾比喻成为月球的话 那你就大错答错了 背后的故事更大 我们刚才就说要讲一下拜登上任以来 不断讲错话背后的大故事 但是讲这个大故事之前 我们都要知道他说错什么 其实之前他访问日本的时候 突然间试过无端端说 我们美国会保护台湾的 突然间掀起牵延大波 然后上年的十月 又突然间在演讲的时候说 我儿子在伊拉克牺牲了 喂 他的儿子即是他的长子 Beau Biden 其实是死于脑癌的 不是在伊拉克牺牲了的 为什么会记错这些东西呢 然后在助选的时候 又曾经说过要解放伊朗 他用解放这个字的 当然了 亦都试过一些 比较简单一点的说错话 例如他无端端说错美国的州份数目 他说我去过五十四个州 美国只有五十个州 无端端这样的 接着又无端端说 等你看看我们的毁灭台湾计划 你就知道了 哈 这些这样的说错话 越听越奇怪 我本来听到他说错话的时候 都想可能真的说错话 大家都知道了 时间久了 有时我们的脑记一些东西就会模糊了 但是主子都在这里 我举个例子 第一次遇见你的罪爱 原来就是在山林道说的 山林道 可能在你的脑里面 很多年之后你已经记得 好像是很多树 很多花 很多树 但你又记不出街名 这种情况在人的脑里面很常发生 又或者你对某些事情耿耿于怀 于是你就只记住你耿耿于怀那件事 但就忘记了那件事 又或者这件事的来龙去脈 不是很清楚 但是耿耿于怀那句说话 你整天都放在心上 所以有时我们记得那件事 就未必正正就是那件事 可能是一些偏偏的 又关那件事 又不是太关那件事的事情 回回来说拜登 我刚才说他连美国的州份数目都数错 说54实际上是50 但是想清楚一点 其实可能他没有错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是真的多了四个州 而是可能他的脑里面 是记住我去过50个州 我去过所有州 其实可能他是记住50 和All States 但是All States 这样的情况他又加了50 可能他又说的时候 你也知道绿下绿下 那就变了54 54不是 其实是50 All States 我所有州都去过 所以就变成听起来 好像说错了54个州 那样 不奇怪 但是当他说到 他儿子在伊拉克牺牲的这句说话 或说错了这句说话的时候 这件事就令我十分之有兴趣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单单说错了 那么简单 作为父亲 拜登曾经就传了他的儿子去科索浴打仗的 那在2001年的时候呢 当时他的大儿子被诊断 就患上这个僵直性的脊椎炎 那之后隔了几年呢 还说生了脑癌 作为他的父亲拜登呢 当时就觉得这件事一定是和一件事有关的 什么有关呢 原来他的儿子去完科索浴之后呢 就被派到伊拉克 那大家都猜到的啦 你是拜登 你的儿子去打仗 你会不会派他上前线呢 当然不会啦 所以当然是派他做一些幼猜的嘛 那有什么幼猜呢 在伊拉克那里 原来美军有很多烧坑的 烧什么呢 什么都有的 烧这个有 烧那个有 烧垃圾有 烧人体残肢都有的 总之什么都有 塑胶啊 汽油啊 什么都有 原来问题就是 他烧这些坑的时候用的 竟然是一只战机用的汽油 叫JP8 这种战机用的汽油里面 有一种叫本的物质 这种本的物质 那根据美国的癌症学会所说呢 就是会导致癌症的 而如果这个人 不停地对着这个坑 是日烧夜烧 日烧夜烧 他很安全 就不需要枪林弹雨 但是问题就是 始终这些是有毒气体 那所以回来 就有脑癌了 拜登很明显是耿耿于怀这件事 所以当他说错的时候 他都说 他在伊拉克牺牲的 为什么呢? 很明显他心里面觉得 他的儿子死得不值 因为根据其他报道 他觉得他的儿子去完伊拉克 做完这件事 烧完之后 回来才有脑癌 所以脑癌不是他的真正死因 在拜登的心目中 真正他的儿子的死因 是因为去了伊拉克 做了这些事情 而这些事情又有毒气 而这些毒气又真的是致癌 所以死了 换句话说 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了拜登 一些内疚 觉得 为什么我派他的儿子去伊拉克 做这件事 早知叫他上战场 可能枪林弹雨 都是中一弹 但是不用死 起码中弹不死 看你中哪里 当然 但是如果是 癌症的 就死掉了 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 因为我留意 就像拜登在过去 这么多次说错事里面 错错了 我都以为他真的说错事 以为他含糊不清 是 他真的有含糊不清的位 他真的有 咦咦咦咦的位 但是有很多 明显这些字 大纜扯不埋的 例如 他的儿子死于 不是老癌 是死于伊拉克 牺牲 这些字眼 其实大纜都扯不埋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不挖回拜登 他早年的生活的话 又不挖回拜登 他其他讲过的东西 你是不可能会感觉到 他这一份内疚 或者感觉到 他这一份 觉得他儿子死得不值的感觉 这种感觉 正正在他这种 说错话里面的字眼 浮现了出来 好了 那你会说 拜登除了说错这件事之外 还说了两件事 他说 助选的时候 说要解放伊朗 还有说 等你看看我们 毁灭台湾的计划 你就知道了 这样 老实实 这次看的 我发觉很多 亮眼都在说毁灭台湾 但是我看来看去 都觉得 关键不是在毁灭台湾 再听那句话一次 今次细心听 他说拜登被问及 有什么被新保守派的乌克兰方案 根据灾难性的时候 拜登就不小心地回答了 即是 漏口地回答了 就说 让你看看我们毁灭台湾的计划 你听清楚一点 他说是新保守派的乌克兰方案 什么意思 即是说 讲到明了 就是 美国的新保守派 搞了这个乌克兰方案出来 现在这么大 有什么比这次更厉害呢 他就说 让你看看台湾 即是说 他都预备做一些关于台湾 问题就出现了 究竟这个新保守派 是压水来的呢 这个所谓的新保守主义 又是什么呢 其实 在这里 拜登某程度上 就是说 原来这个主义 这个派别 正正正在做这件事 拜登又是不是新保守派的呢 如果从这个方向去看的话 你就首先要明白 什么叫做新保守派 新保守派有五大规条 第一个规条很简单的 就是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是指什么呢 根据两个新保守派的重量级人马 一个叫Robert Kagan 一个叫Bill Crystal 在2000年时说 他说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代表 美国要在所有环球事务上面 都要扮演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而美国所有东西都要透过他的外交政策 基本上就是染指别人其他国家所有的事情 而染指完这些事情之后 就要确保美国在这些事情里面 能够得到好处 得到益处 而且还要符合他们的所谓的标准 就是美国自己的主义 而美国也是觉得这个世界秩序 这个所谓的国际化世界秩序 就是如果我不做 别人做了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宁愿有做多没有做少 有杀错没有放过 这个是策略问题 所以美国不能缩的 一定要令到全世界都觉得 美国是最劲最大 而且要最好处的 这样也解释了 美国为什么很愿意去插手其他别国国家的事务 你家里有什么事 他第一个就出现 你国家有什么 他第一个就吵 你国家里面 明明没有事发生 他都要说到你有事发生 因为他要变成是染指那个 他要变成是华士那个 什么东西他都要理得一餐 这件事很多国家都不努力 很多国家都不喜欢 所以如果你看一下的话 其实这样这样的情况 在九十年代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当时美国的克林顿 都说明一定要染指波仙尼雅和科索里面的事情 他一定要做事 一定要游四 其实这种情况 在美国今天更加上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他们所谓的至高无常 如果你看一下 他们之前的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 都曾经说过 他们说美国是一个不好或缺的国家 是一个能够塑造世界秩序的国家 还要是美式的世界秩序 刚才我说过两大巨头 其中一个Robert Kengan 也都说美国是一个 你真是想都想不到 他觉得他们是一个很仁慈的帝国 为什么呢 所有东西都是他施写出来 他因慈给大家的 所以你才会听到有美帝这件事 他觉得他是美帝 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经常说 打倒美帝 其实正是因为他们这个新的 所谓的保守主义里面其中一环 就是说他们就是帝国主义 而在他这个想法里面 美国的霸权也是很正常的 大家来到这个位置就明白 为什么特朗普在国内当时 这么不受政坛欢迎 因为特朗普有一个口号叫做 美国为先 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America First 所有都是美国为先 但是这件事正正就是 这帮人不喜欢的东西 你说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为先的意思 是指美国的国内为先 但是这帮所谓的新保守派人士 是以国际秩序为先 是指外交为先 国内华之距 所以你明白 今天的美国为什么明明的赤字 搞得这么严重 他都好像华之距继续飙上去 因为国内的事情 倒下华之距 通胀倒下华之距 很高的时候才搞搞他 影响到他的政权的时候才搞搞他 影响到选票才搞搞他 其他时候华之距 第三就是所谓的单边主义 经常听到我们国家吵 美国单边主义十分之不要得 我们现在是多极多边主义 那什么意思呢 单边主义 在美国的角度 我是说这帮新保守派人士 他们这帮新保守主义的想法 就是觉得 美国才是维持世界和平的国家 什么联合国安理会那些 走开一遍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台湾南韩 甚至乎以色列 都是距离保护的 要打什么阿盖达的 都是距离保护的 航海安全那些航线 距离保护的 所以 美国呢 如果有任何国际条约 是搞到他做不到以上这些东西的 做不到他的国际警察的 这些条约是不要得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 美国有他说 没有你说 有好些东西 你看到其他国家 就要乖乖地遵守秩序 而他呢 就华之理 个个都是拿票去排队喝茶 他就碰到一般走下去 我有位了 我要立即喝茶那一套 所以当美国见到联合国的大会 为什么会觉得 尼比利亚和印度 为什么会是一样 为什么大家都有一票 我是美国 我是帝国 我是霸权 我是霸权 我那一票是最大的一票 你们所有票都不够我一票那么大的 其实这个在他们自己的新保守主义里面写得很清楚 他们觉得为什么中国 为什么俄罗斯可以有否决权 十分之不满意 所以美国的这个新保守主义的这一派的人 其实是很不喜欢联合国的角色的 他会觉得联合国阻着地球转 被你帮人说话 有没有搞错 我说完就行 我做完就行 你们哪有权否决的呢 第四当然就是军事 军事就不多说了 不过他们目标就是用军事的方法去压倒所有东西 用军事的方法去搞定所有东西 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都会看到的就是 美国的军费不断地上升 而事实上美国的新保守派主义 不断都是要求加军费 加军费 加军费 如果你看一下的话 也都因为他们需要加军费的原因 所以他们会在宣传上面不停地告诉人 我们现在很多国家的安全威胁 需要加多些军人 需要加多些军队 需要加多些军费 这些这样的说话 全部都是新保守派主义里面 很常见的情况 那当然第五就是 他们立国资本的所谓民主 他们的角度是什么呢 他们的角度就是觉得 民主这一下子 不只是他们有的 所有国家都必须要奉行 他美式的民主 华之你是当年的苏联 伊拉克伊朗 甚至是北韩 总之你不行这一套的 我就要改变你 所以在他的角度的话 你不是他那一套的 他就用颜色革命来搞定你 好让你变成他一样的样子 一样的样子 与他同声同气 如果你觉得 以上我说的这五样东西 只说了而已 意识形态而已 意识而已 那你就错了 他们真的是付诸实行的 他们真的是做给你看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 你看到美国越来越恶 越来越打横行这样 而这件事我们叫做什么呢 这件事当大家都听过了 名字正正就是 我们常常叫的 军功复合体 就是说美国的新保守派 新保守主义的这一帮人 他们所信奉的这五样东西 混合之后 搞成这样 而实际上早在1961年 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总统 已经在说 美国不可以这样搞的 如果再搞军功复合体的话 到时很明显 权力就会变得越来越腐化 而这个权力就会移去一些 不属于政府的地方 例如去了军公司 军公企业等等这些地方 而到时会变得很难管治 其实当时他的想法 的确是对的 因为今天已经是军功复合体 控制了美国政坛 控制了美国整个国家 如果你看一下的话 这些军公复合体 或者这种新保守主义 怎样我们可以看到呢 早在1998年 当时是克林顿政府 已经签署了法例 他们那条法例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那条法例的名字叫做 伊拉克的解放法 咦 为什么你是在美国 但是你解放别人的国家 大家想一下 伊拉克结果发生什么事 就是被美国打了 原来他们的解放的意思就是 你和我不同一样 我现在就是要打你 然后就要告诉全国人民知道 这个当年的撒旦母 有多大的威胁对于美国 于是一定要搞定你 后果就是立法 然后过了所有东西 然后一定要做低你 就是打你的先兆 这条法例 讲到明了 他说解放 就是打你 好了 现在你明白 为什么这些这样的 所谓新的保守主义人士 这么恨特朗普 因为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特朗普他是没错 他搞了很多贸易障碍 贸易制裁 贸易战争 但是他从无费病 所以如果你回望的话 其实在奥巴马的年代 当年他的国情之文 我说的是最后一份的 奥巴马的国情之文 当时其实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已经是说着 又有911之后 又打完伊拉克 然后回去已经是很疲惫了 当时的选民觉得 不行了 再这样打下去 搞不定了 所以当时的民调 是说有七成三人 都希望奥巴马 不要再搞这些外交政策 那么后果是怎样呢 后果就是出现了特朗普 其实特朗普虽然的样子 好像痴痴地善 做事又癫癫得得的 但是的而且确 他是决定在阿富汗撤棍那个人 而如果你想清楚一点 他是唯一一个愿意 就去跟金正恩握手的那个傻佬 这个傻佬一点都不傻 因为如果你用回刚才我说这个新保守主义的这些人士的思想的话 他们根本不会有机会 也都不愿意走去跟金正恩握手 聊天更加不会 那么你想一下 没有沟通 没有对话 后果就是一定是对抗 所以明显他们预备搞对抗 但是我又说了 刚才这一帮新保守主义的人 不喜欢特朗普的嘛 他们何来的 很多原本都是在以前的共和党里的 这一帮人 看到特朗普这样 后果是怎样呢 他们转党 所以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其实在美国政坛里面有一段时间 是有个大的移民潮的 什么移民潮呢 就是由共和党转去民主党 为什么呢 要避掉特朗普 避掉特朗普 走了过去 然后他们支持拜登上台 这一帮支持拜登上台的人 正正就是令到拜登要跟他做事的人 所以今天的拜登基本上要奉行 或者听着这一帮新保守主义派的人士 他们的要求 因为他们正正是支持他上台的那帮人 如果大家有空去数一下的话 其实当年拜登上台 就是2020年要打倒这个特朗普的时候 超过300个以前在布殊政府里任命过的官员 都走来支持拜登 你想一下布殊是共和党人 为什么拜登有这么多共和党支持呢 就是因为这一帮人本来都是我们所谓的鹰派分子 本来都是这一帮所谓的新保守派的人 这一帮人走了之后 要求拜登做事当然就是新保守派 或者新保守主义的想法的一些事情 那大家都想到的了 这一帮人会想些什么呢 就是一 美国要积极这样去干预别人的政治 如果你的政权不是他努力的话 他就要弄走你 完全是消灭你 又或者是令到他的民主所谓民主 是要变成全球都一模一样 他的霸权要在全球都要继续扩散 其实当你明白这件事情的话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他会要对付中国 对付俄罗斯 甚至乎更加小的一些国家 例如土耳其 甚至乎是匈牙利 因为他们没办法接受 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 不可以的 怎么可以有一个政权 有一个国家和我不同样的 你必须一样样 你必须和我同声同气 这样你才可以生存的 而有趣的地方就是 以色列他们要尽一切的能力保护他 为什么以色列呢 如果大家有意义的话 我刚才不是在说 有个巨头叫做Robert Kangen 这个Robert Kangen原来讲讲大有来头 这个大有来头人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早在2019年 现任的国务卿 即现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已经和他一起写书写文 当时时期的那篇文是说什么呢 19年正正就是 特朗普要连任而输给拜登那一年 即是刚刚预备参选那一年 2019 2020才输的 那篇文的名字 如果你上网找到 就是要放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 而继续延续乔治布什和奥巴马的政策 乔治布什和奥巴马 一个是共和党 一个是民主党 为什么要延续他的政策呢 因为他两个的政策 都是被这帮鹰派 或者这帮新保守派 新保守主义的人控制 而美国那些不喜欢的人 例如俄罗斯 中国那些 当然要玩 拆制 不单止是这件事的 这个Robert Kangen 原来不但他大有来头 他老婆也大有来头的 他老婆是谁呢 他老婆叫Victoria Nellin 这个Victoria Nellin又是谁呢 原来他是前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助理国务卿 主管欧洲和欧亚事务 他做什么呢 他就是在2014年策动颜色革命 策动乌克兰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 原来这个Victoria Nellin 今天在美国国务院里面 仍然有职位的 他在做什么呢 他在做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 他的位置 你可能不说不知 正正在布林肯之后和之后 就是说 在国务院的第三把交椅 所以个个全部都是唯一一担担的 全部这些人都是这样的情况 又回到刚才我们开播讲的这个新闻 就说拜登被问到有什么给新保守派的乌克兰方案 根据灾难性的事情的时候 拜登就说 等你看到我们的毁灭台湾计划你就知道了 好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俄乌战争是新保守派的一个project 是新保守派的一个计划是他们策动的 这个毋庸置疑 因为他自己都说了 因为你不会这样回答人的嘛 如果人家问你新保守派策动的那个俄乌战争呢 他说什么呀 关他们什么事 你会这样回答的嘛 但不是啊 你很正常的去回答他 是让你看到我另一样东西 那就是那个是吧 第二 就是当你去比较两件事的时候 你竟然会将这件事 就去对号入座 和俄乌战争对号入座 那就是说 这个毁灭台湾计划 其实是一个新保守派的毁灭台湾计划 那新保守派怎么做这些计划的呢 刚才不是说了 第一 国际秩序嘛 要维持他的优势 好让他不会倒退 好让他有着数拿嘛 所以如果他帮台湾打仗的话 美国自己经济都会衰退 如果美国经济衰退30年 那就不合乎他这个第一要求 所以一定美国不会参战 第二的是至高无常 这个不多说了 他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就可以了 第三单边主义 有我说就没理解 美国一向都是这样的了 但是不要忘记的 第四 讲军事 他们只剩一支军队而已 奥巴马年代已经财着一支军队 来搞奥巴马医保了嘛 那他怎样可以同时间应付两个战争呢 他未必会参战的 所以他会选择第五改变你 取替你的用民主 就是说颜色革命很有可能 也就是暗示这个新保守派的毁灭台湾计划 是一个令你国家内战的计划 因为他一定要令你鬼打鬼 你不鬼打鬼的话 你就要牵涉他在内的了 记不记得 之前不是在日本讲错话 我们会保护台湾的 你想想 我会保护台湾这个说话等于什么 是不是好像那些黑帮大佬呢 大佬我没有饭开啊 我给你一份工 但是个个都没有饭开的时候 你哪有那么多份工 所以他实际上是说 大佬我没有饭开啊 给你一份工 然后他就会说 没有可能你没有饭开的 我现在就给你一份工 你跟我马上回去开饭 其他人都有饭开 为什么 因为这样他就好像保护了所有人 但是实际上的目标就是 你们一个一个都不要出事 你出事连累到大佬 怎么办 我当然不让你连累了 你想出事没那么容易 你自己出事是你的事 所以这个分得很清楚 如果大家还想一下的话 最近不是把台积电搬去美国 如果你出事的话 我搬走台积电不是因为准备要打你 而是因为想清楚一点 我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 日海报到说 这个国际化 这个美国化的美国秩序 是要保护自己利益为上 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利益两个字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然是你死我不死 那怎么会是你死我不死呢 就是你打仗我不打仗 我只是看你打仗 那就是你死我不死 但是你有没有记得 刚才有另外一句说错的说话 他说要解放伊朗 解放伊朗 我们刚刚说了1998年 他们有一条法例叫做解放伊拉克 如果你想清楚一点的话 假设拜登这些所有的字 都真的如实这样不小心流了出来 那美国的真正用意不是中国 他只是希望你乱 他只是希望你变天 实际上美国这帮新保守主义派的人士 他们的真正目标并非打中国 而是伊朗 所以拜登实际上并没有说错东西 他只是把他脑袋里面想的东西 用另外一个字眼告诉你 你以为他说错东西 只不过你不知道内隆去墨 你知道内隆去墨 那就两回事了 所以大家现在都明白了 事情一定要抽屎剥茄 唉 说到这里 真是 喂 今期不唱歌行不行 老老实实 这种心情怎样唱歌 不如看个广告 今期 给个广告大家看 社会竞争激烈挑战越来越多 所以究竟要快要增值自己 但是拥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你 可能学力又不高 英文又不好 亚仔亚女一句 你懂什么 你都没读过大学 你就立刻站在那里嘴巴 我教授大学课程超过15年 有没有想过 直接由我亲自去教授你多角度的分析技巧 还可以拿回英国大学的MBA 工商管理碩士学位呢 一来可以增值自己提升竞争力 因为今天六十岁仍然是年轻 况且很多后背等我们养的嘛 二来也可以拉近和子女的关系 令他们觉得阿爸妈是可以的 现在就打25120929 和李小姐聊聊 今天就来报读我们这个一样的MBA 完全不同的教法 令你梦想成真 下个星期再和大家屈基小世界 最后最后 记得订阅我们屈基TV的频道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